大家好,我是阿民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九针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韩剧 或者是有些中医诊所时 他会拿出来 古代用九种针放起来好像高大上 那到底是干嘛的呢? 那这边阿民师跟大家解惑一下 其实九针在古代并不是全部都当针用 因为中医 其实这个概念在清代以后才有 古代没有中医这种东西 你就是医师 你就是把我问题搞定 而我们人都有内科性问题 跟外科性的问题 那如果我遇到了说 我皮肤因为感染而长浓 或者是肿一包 或者长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总得把它割掉 所以九针里面呢 有其中一些项目 是代替手术刀的功能 或者是现在放血 拆血片的功能 把一些浓血把它放掉 引流 或者是要把一些肿瘤把它切开 在中古欧洲的时候 像外科这类的工作 是什么职业在做的吗? 当然其实是理法师在做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 提姆·波顿有一部电影是 强龄代谱主演的叫 《疯狂理法师》 以前要是战争的时候 或有人感染 不管是从要截肢 或者是要化开一些感染的浓羊 都是由理法师去做的 所以理法师的工具 除了刮胡刀 一直到锯子都有 而现在在理法厅 不是都会有一个 转来转去一个三种颜色的灯吗? 分别是白色、蓝色跟红色 这个意思跟理法师以前担任 部分外科医师的这个历史有关 白色是代表绷带 蓝色是代表静脉血 红色是代表动脉血 这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回到古代中国 古代的医师呢 还当然也要担任内科 医师跟外科医师的工作 那九针对我而言呢 主要是有四个用途 第一是针刺 还有要放血、切割 以及第四 按摩 所以呢有些针就是细细的 像豪针就是拿来刺的 长一点就叫长针 像皮针或者是缠针这种 比较类似有 切割跟放血功能的就是拿来留一些农养 现代其实也会用到的 像小针刀 这也是有切割功能的一些针 也是引用这些概念 那另外呢有一些像 源头怕不吃进皮肤 就是拿来按摩穴位的那种点穴鼻 其实在古代也是九针的一种哦 那看完这支影片大家对九针 这个名词是不是距离感更近了一点呢 那我今天录这个影片呢 是要跟大家第一重温九针的它的历史 另外也提醒大家 其实很多古代人的智慧 它的概念是可以到现代还有很大的帮助的 虽然这个工具已经不用了 可是它的概念演化成我们生活上很多细节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按赞分享并且订阅 开启小铃铛 如果还想知道一些中医 要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或有兴趣的主题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阿敏斯会录出来跟大家分享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